各位朋友早安 今天早上呢 我正在准备做一些榴莲的种植 这边呢 昨天我刚买了三颗榴莲 其实上次我有种了两颗 可是后来都遇到夏天 这次我就蒸好雨季的期间 已经买了三颗榴莲 然后我们看 这三颗榴莲 这里叫做这种Ri6 Ri6的榴莲 我看长得很漂亮 然后我们现在再把这颗打开 再观察它的这个佳季 从底部到上面大概一米一到一米二左右 我看长得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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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 其实呢 这个榴莲 这是两个不同的品种 这种跟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品种 其实汉松它的椰子 要比较难的区别 可是仔细的看 我们就觉得有点不一样 这边两个价格都是不一样 这边比较大 这个比较大那点 这两个都比较小 两个不同的买组 然后人家已经使用什么样的嫁接法 这里 很明显 这边 人家都是使用这种副接 副接法 然后这边呢 原本是嫁接了这么一小段 这么一小段 然后这边 人家都还比较 慎真的去使用这个铁丝 去撑 其实呢 本来外面是还有一绳这种 还有一绳这种 可是上面 人家还撑了一个铁丝 在这边 它一直包 包住 这个 因为怕风吹少动的时候 会把它弄断 然后这边 再看一下 这边比较大只 终于已经买到了两个 漂亮的榴莲 这种榴莲嫁接 如果照顾好的话 大概三年 它又开始来了花 这边 这几个 这两个 我还是 蛮喜欢的 加加 然后加加的牙 很有力 这边 现在 它也 大概 60 60公分 都长这么好 其实呢 我这次种的时候 我会让它 猛发一段时间 然后后来 大概 从这边 到上面 大概一米的地方 我大概会 弄一个矮话 就是 把上半段的 这个牙顶 就摘掉 让它养分 集中在 这横度的 范围 和目前的 造型 就是先 留这个现状 这么好 其实 我本来 就是 上次有 种了脸 可是因为 我们 这边的天气 非常非常的 熬热 所以 这个榴莲 它跟牛奶 也是一样 刚开始 种之后 它承受 阳光的 比较有限 所以我们 一定要 夏天 一定要注意 就是 补充水 然后底部 要 铺满一些 野草之类 保持它的 底部的 这个湿度 然后种子的时候 这种是 比较容易 会积水 所以我们种时候 不要种的太低 种的地方 不要凹下去 最好是这样子 或者我们要弄个 比较高一点的盆子 今天呢 终于已经买到了 这三颗 待会我就是会去 找个地方 种 这几个 然后 这个榴莲 我们一定要 种在一个阳光 比较多的地方 今天呢 我的视频呢 就先分享到时而已 再见哦